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則一股》 我是李慧儀 環節嘉賓又 阿諾 阿諾 你好 阿諾是我們推薦今週的心碎股份 不過你之前也回顧阿諾上週推薦的 內勢第1316期內的表現 見到期內恆子跌了超過1,000點 跌了4.03% 至於內細特 期內跌了3.8% 跌了3.49% 看看上次的投資建議 見到買入價設定在現價大約10.9 目標價13元 只蝕價9.5 今日中五收市價是10.52 期間波幅今日最低見過10元 之後又到升 之後最高曾經見過11.06 阿諾見到賊都不會變 但始終是中線持有 還有看到其實逆市都可以升 都不用擔心 的確 你的手上有很多股份 或者根據我們過往推介 是 你真的應該不是最主要擔心 你最擔心的是 上個禮拜 前一個禮拜推介 同性濃的那些更擔心 但是 就算講返同性濃 我也不特別害怕 因為市況大家知道今天跌了什麼 大家知道這個禮拜後跌了什麼 知道還好 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跌了什麼 你還拿著手上的股份 還在想怎樣算 這個市況真是難玩的 可以考慮 趁耐世特現在跌得不多 你先指一指先 沒有壞 上次試一試機 等整個市況冷靜 我們經常講 那些股底印就是這樣 在這些市況上你去跌 或者你上個禮拜沒有跌到市況 趁現在便宜了 才去想 這些真的不好想 但是耐世特本身的問題不大 受到10元這些位 因為這個圖還要很漂亮 所以短線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一個簡單一點的策略 就是10元 10元做紫舌 推高紫舌位 輸少一點 跟足現價才是10.9元 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是10.5元 這些位置配合 所以可以見到 在這個圖上面也好 或者整體走勢上面 耐世特是一隻 跑贏的C 因為現在市場在怕那些東西 完全不習慣耐世特C 現在市場在怕什麼 怕什麼呢 怕COVID 怕美國加息 但如果是10元做紫舌 那些因素 對內世特的紫舌 都不算大大影響 所以短線 如果你看著內世特 主要看著 內世特的變化 和疫情的整體變化 當然說 如果在一個層面上 供應面上很緊張 然後物價又升得很厲害 就算聯署局加息 都會失控 內世特一樣 會受到影響 到時候便會止泄 所以這一刻 我覺得內世特 就安全一點 可以考慮10元做紫舌 但如果進取一點 繼續2.9.5元做紫舌 都無謂的 大家都參考 剛才我都說了 要怕怕和程偉龍 為什麼呢 因為事件和疫情有關 這些股份 跌什麼 就是跌變種病毒 現在都不知道發展成怎樣 見到美股上星期半日市 都要急跌 打算今天港股都會預算大跌 怎知道跌幅其實又不算很多 現在跌多了300點左右 現在星期五已經先跌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 遇到大跌 唯一看到夜期都跌 ADR跌 ADR跌 跌什麼 跌尾團 今天都是在劇本上 其實你會留意到 恆指成分裡面 今天已經是有相當比較多的板塊 或者股份 能夠逆市做好 所以我只能夠說市況 未去到一面左右地差 但是恆指的圖表上面 都真的差得很厲害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過幾個月 提及到一些重要支持位 你一穿 你又不理它 無視它 代價就很大 但是當然大家未必會 這麼有紀律 遵守到這些支持位 所以你看恆指上面 下一版再看恆指的情況 兩萬四千五這些 或者一穿 你不走 上個星期五完全沒有什麼位 給你留意 你一不走 吃了六百多點 現在再說 你和美股道指一樣 都是跌一千點了 我論跌幅多一點 但是剛才講 一向港股都是弱勢的 弱勢的原因 通常都是說 跌又跌得多過一天 彈又彈不起 現在就是正正這個狀況 但是部分原因 現在解釋到 剛剛就說美團的業績等等 所以這一刻 我覺得 現在搜到下去 兩萬三千八都失手買了 這個就是下午那段時間 還搜到兩萬三千八 你不用想 一定是二三六百 這些位置做下一個房子 你只有兩個選擇 要是這些位置投降 要是就拼了二三六百日 做下一個指示位 不穿 就繼續拼反彈 但記住 這個部署上面 涉及指數部署 又或者是說 跟大市同步的相關股份 如果有些人 真的完全不跟市 好像萊世特這些 沒有什麼太大參考性的 但譬如同情藝龍那些 那你就跟回市來 作為一個參考指標 即市穿大的時候 是減持一點 那這些類型股份 你都避一避就開 所以這一刻 我覺得 賣相局上 你還可以用一個 叫做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但當二三六八一都出賣的時候 就變得快好世界了 所以短線就最後一拼了 我們經常講過節目上面 兩萬四千五都失守了 都沒有什麼要推的了 那現在就是拼了它 搜到二三六八一的位置 短線就要留意回 一些東西變得很快的 不要想著現在很便宜 開始適合一些中長線的部署 有機會真的摸到大線水 我們經常性的建議 就是做了底部才做部署 而短線可以留意一下 一些消息層面的變化 是的 留意一下剛才Arno 所說的那組數字 二三六八一 我都想不到Arno 今天都會推估 預料了今天會不會不推呢 我也想收估 看回Arno提多 這次設定了那個 講估短線的焦點是什麼 剛才說了 除了這個變種病毒的演變之外 還有環球央行加息時間表 另外就是內地的監管風波 內地監管風波一定是影響著科網股 另外變種病毒 反而是關於疫情的股份事 剛才所說的那些 譬如旅遊相關的那些 賭股都會跌的 但其實另一方面有些是受惠 譬如那些疫苗 Arno 會不會今天都是討論這個範疇 首先討論這三樣東西 基本上這一刻 就全部變成奉獻人數 你淡人數 是的 所以你說的市場為什麼跌得這麼急 我們主要的原因就是 那些淡人就好像曬冷 把所有的淡人數一夜都拋出來 那短線的市場是理解的 你如果選擇去追溝情有可原的 那你就移回24000 或者24000 做止蝕 自己計算一下 但這一刻你做淡一定不會高值貨率的 因為你要起碼再跌穿兩萬二三六八億的位置 才叫做有虎蝕 想反對你會不會夾完之後 跌完之後再一億夾上去 現在做淡倉最主要涉及這個問題 所以不主張做淡倉 所以其實今天本身一開始想 有個簡單的策略 吹7500那些就可以了 短線來講 做淡倉對沖回手頭上 或者過去推介的股票上面 但是問題就是 短線這些因素上面 是不是一面倒你淡 其實又不是的 你變種病毒事件上面 因為上個禮拜不講得很誇張 說疫苗幫不了手 嚇死人 其實你轉過頭已經說 有不同的疫苗廠 我都做一些新藥出來 是 他們講得做新藥出來 就意味著新藥應該可以處理到 而那些資金又去炒疫苗股 所以導致什麼 可能突然好轉呢 好轉你又去夾做淡 還要這些位置才去做淡 夾就好像理所當然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你選擇去看淡 某程度上在一個圖表上是對的 你穿了位置 你看薄它下2、3、6、8、1 是對的 但是問題就是 被人夾也都理所當然了 你想想下一步 如果隨著事件變化去到很差 本身現在就有個很強勁的加息時間 譬如下年加兩至三次 這個是美國 如果那個英國銀行加四次式 但是如果一減慢 那些人就說 加息護法沒那麼快 又加一些 然後夾上去 又不是沒試過 內地 其實現在港股這麼弱勢 其實最大的問題 都是內地新一輪的監管風波 好像沒完沒了一樣 但是問題 上次十月份無端端 市場覺得好轉 真的無端端的 政策這些東西說來就來 所以短線是很難玩的 所以我就不是特別主張 這些位置走去短線做淡 但是做淡我覺得理解的 那你訂好一些止洩位 預料被人夾 就是如果你以一個對沖心態做到 OK的 但是你那個穩住 或者這些位置 你發現還有很多cash 其實有得拼搏的 就是你講的市況 我們之前有段時間都在講 保守一點 一半cash一半貨 不會太大殺傷力 除非你拿著很弱勢的股份 所以這一刻就最重要 看你炒些什麼 短線在微村二三六八一前 都不敢說判斷 真的一定會還原 是的 今天看到一些疫苗概念股 也有得升 之前Anno 每日一股都會有一個 留意的板塊 看看燈號有沒有改變 我看到亮起紅燈已經 那個美團 你就會發現 不會像上次一樣 整版是綠色的 出了業績美團 你所說當然 我會更正說什麼 這些顏色是做什麼 我純粹用技術走勢來看 告訴大家 我經常說圖表 大致上告訴你發生了 那個圖表 這些只是我選了出來 覺得是可以想的板塊 如果你用常常去整個板塊 這些只是可能 十個板塊裏面的其中 十分一來的 你不行的板塊 數到墮白勝數 比如既然說那些 旅遊板塊 現在不會在裡面想 高分 即是你說變宗幣度那麼厲害 當然我們平時說 有機會很轉的 但是現在虹頭火勢 我們不會去接火棒 所以就不會想這些辦法 但其實當中 你說有些好像 今年一直以來很強勢 電動車 圓宇宙那些 近期落獲那些 你見到其實 綠色的佔備都比較大 反而今天見到 有個最明顯轉勢的信號 就是新能源的股份 所以今天很掙扎 大家都知道 我一向都太好新能源的股份 沒錯 我本身都是想 不如再推回新能源 最後 但問題就是 有什麼好說的 新能源我們說了整個2021年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近期的新能源股跌 純粹頭三季升得多 所以如果我推新能源 又是大唐新能源 或者新天綠色能源 我平時節目都是這樣說的 956或者1798 近期來說 會比較建議這兩隻 1798會比較高追 因為圖比較漂亮 圖比較漂亮 代表什麼 平時說是直播率比較低 所以如果今天做推介 選新能源股份的話 我會選956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調 純粹就是疫情亂 導致資金去追 所以你說反而去賣 我反而覺得 航運股有特色 所以今天推是什麼 推就是中原海空1919 始終因為你看到 疫苗股散得很厲害 1919你看到現在還夾到day high 今天突然會彈上來 但其實老實說 都沒有什麼好簡訊 但今天是不是有消息說 變種病毒令到供應鏈依賴增加 這個消息 這個就是當大家一看疫情 所有人都知道是炒你的 問題是你敢不敢去追 所以我們說相對的好過疫苗股 或者好過藥股 主要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看疫苗 資金應該去到微股那邊 那些相關知名的藥廠上面 港股那些都有機會更新的 但是一定坐得沒那麼舒服 相反地 1919的圖表 為什麼之前的綠燈就是 向上突破 悶了那麼久 終於成功升穿到12元這些阻力位 走可能煮一聲 又去到15元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這些位置買遲 但是不算too late 如果看15元之前的高位上面 起碼還有一成左右的上升空間 但是當然今天追 所以現在變成買大勢 一成薄一成左右 那不會特別高直薄率的 所以這個市況上面 當你想不到買什麼 我覺得想到究竟 最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疫情 都是關於受惠這些因素上面 今年又說了很久了 簡單一點這樣說 未來就是供應面 可能又會緊張 導致船期又會緊張 集中箱整體的運力需求 仍然在 除非去到一個狀況 就是世界末日的 疫情上面 但是知道什麼都經濟停頓 那時候買什麼都死了 就自洩了 所以那個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1919其實 和新能源股的狀況有些 當然受惠的概念完全不同 但是其實我們都明白 為什麼今天資金炒你 所以你說今天要去入市 我寧願搭順風車 都不會選擇 這是跌得很厲害的股份 因為問題就是 始終你跌得很厲害的股份 背後多數都有原因 例如阿里巴巴的血肉長成 你不會選擇 濕到130元便去收 那在地下 你覺得你要去追 追一些強勢的好果 是啦 雖然升了一成 阿努都建議追一下強勢的1919 之前都跌得很低屈 暫時穿了12元可以博一下 另外看看 CCFI中國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 又怎樣 我見到它十月的中國出口集裝商運輸市場 其實行程也繼續向好 是否看到11月是否稍微向下 行程不可以叫向好 你看到都擺明是單車 慢慢滑下去 但你要明白 其實航運股我們都遇上了一整年 為什麼航運股之前說會會 就是其實全世界預算過了Fanksgiving 這些傳統運曆旺季之後 運價就會滑下去滑得很厲害 再誇張一點的情況 就像BDI 般 波羅的海關三貨指數 高威援一本 所以這個CCFI 你問我 其實短期內 回到2000以下 是有機會的 但問題就是炒這些航運股 是否代表要跟著指數炒 一定跟不到 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運價 特別是這些指數 一個星期才公佈一次 運價滑下去 市場是否本身沒有預預過運價 高威回落 這個未必的 所以這一刻市場想像我之前說 可能很多人士上面 已經根本預預了運價 會回到2000左右 大幅起碼回到40%左右 過了一些航運工風期 是有這個發生的發生 但現在最新面對著什麼 疫情 供應鏈有機會緊張 緊張了 運價又沒得回 到時候在這些高位復回的時候 見到跌不下 所以今天就是偷步炒這一樣東西 所以未來你看那個CCFI上面 可以變相地直接關注 你問我以往 我不會看這個CCFI來做判記 你就會有一個trap的對峙 我們就說八、九月份 八、九、十月份 你會見到很多人就會想 原來那個CCFI還在升 為什麼那些航運股會掉下去 為什麼1919會由15元 掉到11元 10元的位置 原因就是本身的劇本 就是預算過了Sandsgiving 聖誕節這些時候 運價又會跌得很厲害 而BDI已經下降了 達到最後的 但問題就是現在的疫情上面 就是導致到短線這個劇本有機會改變 所以股價又有機會硬正 所以來今來你可以看回指數 如果指數來今來不算批得很厲害 那股價可能真的有機會再衝上去 但其實做不到任何trading指標 當你看到指數不跌的時候 股價已經在走上去 所以這只是一個參考 告訴大家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未來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個陷阱 就是明明運價正在回落 但股價正在升上去 就是講這個 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另外也看看大行的看法 和股值水平又是怎樣 見到大行的看法 那個目標價都很量極 最高是28元 最低是12.3元 相差了十幾元 相差遠和預測的市盈率 就是由2021年的1.7倍左右 去到2022年就是3倍左右 2023年去到超過5倍 是不是現在做賣做享受 因為現在也值得 應該這樣說 現在還叫做底 對於看好的人來說叫底 但其實在10月那段時間 Jeffrey出了報告 當時看12.3元 12.3元 12.3元 賣了救命 所以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第一方面來說看大行報告 千萬不要用目標價 來做你的馬步處 純粹說HSBC有人看到28元 所以我要去買 他神早看到這麼高 就是234.3元 我們之前經常推的那隻行運股 他看到5個多 但問題就是很多人 4元去買就是這樣去追 這個是長線目標 長線我們一向都說 無論是行運 或者是新能源股份上面 一定有投資價值 看好是很合理的 但問題就是 你要本身知道劇本本身有什麼 而剛剛下面那個 就是彭博的預測市盈率 就是剛剛支持我們講的 如果你說今年來講 航運公司是很暴利的 所以2019的預測市盈率 大約是一至兩倍 兩倍PE 是不是很便宜 但是問題就是 你講其實 根本就知道 下年的運價 可能會跌很多 去到三倍市盈率 接著2023年會跌到五倍 如果跌幅多些 那市盈率就再拉高一點點 所以其實 所以這個反映著什麼 就算包括大行在內 都知道運價 未來未來不會長期處於你的水平 但問題就是 你未來未來衡量的一件事 就是運價會跌多少 這個控制不到 但是有疫情 那斷股 真的是斷股 真的斷股 怎麼都跌得沒有那麼多 所以現在的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短線來講 大行的目標 我想沒什麼疑似的 你極端一點 樂觀一點 其實這一刻你講1919 看30元 我再駁它一倍 不是完全不reasonable 就是完全無可能 但是當然 應該不會去到這麼極端 但是如果你在這些位置 嘗試第一刀衝進去 那你用回12元來做紙舍 就可能有驚喜 當然你繼續 有貨的就繼續拿著 當終於搜過最壞 捱過最壞的那段時間 那我想論估值上面 這些位置 買1919也好 316也好 或者10至23至23 這些按照額股 有長線投資價值 短線就是第一棍出來了 你還未有貨價 要焗追 我真的沒這麼說 是的 現在焗追剛剛講完 又升多了少少 挨近1.11 剛才都說了 目標價會不會都很進取 還是怎樣呢 所以問題又出來了 這些位置真的升了很多 很多 會不會出現 上個星期內施特的狀況 強行高追 我擔心這個狀況 現在這樣穿2萬4千元 很明顯地我信心都是弱 我覺得 將買入價設定低一點 12.5萬 其實最簡單就是分住級了 分住級了就沒有這個煩惱 搞完一大陣 可能你的買入價是12.5萬 你會買得舒服一點 所以你一注過就是12.5萬 如果你真的有條件 注碼大約 就用一個分住級的形式 起碼有一手是神線 今天始終突破 其實是應該買的 但我主張就是 House 看看有沒有機會12.5萬 才去買 是的 Anno就設定目標價15元 只市價10.6萬 今天下午收市價12.6號8 現價已經12.9號4 看看會不會去到12.5萬第一注 謝謝Anno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有無持有 謝謝你 這個環節相片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 謝謝Anno 謝謝Anno